这路没有打扰到你吧 打扰到了 那就好了 我跟你讲两句话 那个 明天进城的车呢 我已经帮你叫好了 谢谢小舅 但是你能不能带苏翘一起去啊 我是可以啊 但苏翘应该不会乖乖进城吧 是 他是因为小时候就是 进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他十七岁啊 他不能一辈子待在村里吧 他要出去见识见识啊 但是我一说进城 要他就哪哪都难受 我就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我请你帮个忙 台内都是心理作用 哪有什么猪腹瓜村综合症啊 对 你说的对 他就是猪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但是你们出发的时间啊 要提前一点可以吗 有多提前 你这是干嘛呀小舅 你说提前一点出发 也不就是这么提前吧 只能这个时间出发 因为他只有这个时间才睡得死 我才能让他跟你一起进城啊 我怎么在车里啊 你醒了 你醒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 恭喜你 车里进城啊 进城 我怎么在这儿 你路让我下车 谁让你带我过来的 让我下车 Perfect 谢谢叔叔 走吧 咱们到了 来 拉着你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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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心点 我去忙人 我忙不看 忙人不是不看 是看不见 我不管 我就是看不见 我有病 我在不了城里 好难受啊 小舅跟我说过了 你根本没什么事 你们不等 我在这会死的 林子柱 你太过分了 他要回家 再闹我走了 我没闹 他要回家 都怪你 给你 我真走了 你敢 林子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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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快真走了吗 你遇下我 林子柱 林子柱 我以为你真走了呢 包里有衣服和鞋子 你要不要换一下 不要 走吧 去哪儿 你不是想买车吗 我联系了卖家 一会儿我们去买车 哦 这一边 慢点我看看 这还有几个 啊